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4月29号星期六 欢迎大家参加王剑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新闻茶座 谈什么呢?我们谈谈走线吧,走线这个话题我们讲的少 然后也顺便讲讲移民吧,这是同一个话题 讲讲走线,因为最近有关走线的这个事件越来越多 那么我们就讲今天讲讲走线 也讲讲移民,移民是当前中国社会 有关未来前途和人生选择的一个重要话题 那么这个话题实际上跟中国社会的状况息息相关 最近引发两次这个移民潮有两个重大的事件 一个是上海封城 另外一个是中共二十大 在所有有关移民潮的报道当中 精英阶层的动向最受关注,因为这个阶层有财富也有专业知识 那么有一个专门研究有钱人的机构叫新世界财富 他的数据是这样,他说去年 中国有10800名 这个中国的富人 移居国外 他的标准是什么?他的标准是100万美元 净资产 100万美元,就算是富人 那么实际上去年的移民人数 还不如2019年 2019年中国移民国外的富人更多,有15800人 那么预计今年的移居海外,移居国外的这个富人 大概是在10000到12500之间 那么移民公司的亨利咨询,我们以前介绍过很多次 他的说法是去年 新加坡吸纳了2800名富人 富人移民到新加坡 那么新加坡已经成为 亚洲富人最喜欢的移民目标地 仅次于阿联酋和澳大利亚 那么 胡润研究去年1月份的调查 他调查了750名 叫高 高净值人士 那么750人高净值人士有32%考虑移民,去年的1月份 我说的这两个事件都没发生的时候 有32%的人,就三分之一的人吧,考虑移民 这750名高净值人群他们的平均身家 净资产600万美元 这是非常有钱的人 那么去年3月份上海封城,让中国的富人认识到一个 残酷的现实 什么 财富 财富在关键时候 不能拯救他自己的生命 我讲的是,当然这是在中国了 那么这件事让很多中国的有钱人 选择移民国外 到了去年年底,中共20大揭晓 习近平史无前例的连任 再加上中共政治局清一色的习家军 这件事情震惊海内外 那么这个政治现实帮助那些 仍然在犹豫的富人 中国的有钱人 下决心移民 那卡在中间是谁?卡在中间是中产阶级 中国的中产阶级他面临的困境是什么 他现在面临中产阶级面临的困境就是 他的身家 不支持他移民过退休生活,说我现在不干了 我移民去海外,我就啥都不干 他现在的钱不够,不够支持他做这件事情 但是他现有的专业 他的专业他可能是会计师 他可能是这个律师 也不支持他移民之后,维持他现有的生活水平,因为有些中产阶级 在国内生活水平还是相当高的 那他这种生活水平 你要移民到海外,他可能就做不了这个生意了,他原来在国内的专业在海外就做不到 做不到的话,他就没办法维持现有的生活水平 那么另外还有什么呢,还有机会成本 那么一些中产阶级 他在国内的一些人脉 帮助他做生意 那么还有就是移民的代价 一进一出差很多 所以这些中产阶级面临选择困难 所以 中国的中产没有像富人,有钱人那么移民,非常坚定的移民 那当然,其实移民最早的是谁 其实移民最早是中产 那么时间转到今年 中国经济大崩盘 那么 中国经济大崩盘直接影响的是谁 低下阶层 低下阶层的人民生活陷入困顿 陷入困顿的这个低下阶层 离开中国谋生成为一个选项 原来中国人不愿意离开 那现在没办法,你现在找不到饭吃怎么办 隔壁村里,隔壁有一个什么什么亲戚 去哪哪哪 还不错,挺好 那么这种示范效应 所以呢 低下阶层呢,他由于经济条件,自身条件,移民往往 往往就没有办法像有钱人那样移民,他只能用其他的方式来移民 那结果是什么,结果走线就变成了其中一个选择 那么根据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 CPP,他的数据 去年10月到现在半年之内 这个中国的来自中国的 在边境走线被捕的中国人达到了6500人 比同比增加了15倍,创历史新高 那么CPB的数据显示 美国西南边境有几十万非法移民 中国公民虽然是其中一小部分 但是过去半年 人数增长最快是中国人 那么在德州 在德州 在德州 德州的一个叫奥格兰德河谷的一个边境巡逻人员 叫查韦斯 他是首席边境巡逻人员 他在3月16号的推文中说 他说由于语言障碍,延长了这个案件处理的时间,增加了他们 边境巡逻队的工作压力 那么路透社的记者 在这边境守了多长时间,守了两个星期 那么采访了谁呢,采访了走线的中国人 采访了移民专家,也采访了律师和美国的移民官,结论是什么 结论是中国人走线的原因,第1个 获得美国签证非常困难 第2个,中国经济衰退 在中国谋生越来越困难 这是第2个,第3个 其他成功者的示范 这三个原因 所以 走线的中国人越来越多 那么在这个 在德州东南部有个偏远的边境,他们在边境 守了两个多星期,将近三个星期 那么路透社的记者 目睹了几百名来自中国的移民进入美国 然后记者还用普通话采访了二三十人 那受访的中国人,这些走线的中国人说 他们是从社交媒体上得到了这个从陆路进入美国的方法 并且利用网红,利用这些 有些私人团体,甚至网民的留言 得到的各种各样的信息来 拼成一个 拼成一个他们的行程 有一半的受访者说,他们在中国做过小生意 开过网店啊,开过农场啊,甚至拍这个 拍视频啊 还有人拿着十字架,拿着中文的圣经 说他们是基督徒 这样的话他 这个移民的机会会比较高 美国国务院的数据 2021年财政年度 中国公民申请美国的旅游签,拒签率达到80% 2021年 2022年财政年度超过拒签率超过30% 这两年都是有记录以来最高的拒签率最高的两年 那么美国全球的签证签发量已经基本上现在已经恢复到 疫情前的水平 但是 从2022年 签发的 这个从中国签发的 美国签证量 比2019年低多少 90% 所以在中国 拿签证还是非常的困难 那么走线 从移民我们叫润穴当中 最危险的线路就是走线 走线是什么意思,就是从厄瓜多尔 从厄瓜多尔走到美国和墨西哥的边境 直线距离有多少 4600公里 然后 再从美国 跟墨西哥之间的边界 翻越围墙进入美国 这是其实是个蛮危险的 蛮危险的一个线路,叫走线 那么总的来说是这样,我们概括一下,走线的线路是 从厄瓜多尔 坐巴士 到哥伦比亚边境的托尔凯 然后包车进入哥伦比亚 那么进入哥伦比亚要走大概两天时间 两天时间 到达哪里,到了到达哥伦比亚西北部的滨海小镇 叫内克克利 那么在内克克利,请当地的导游买船票 到哥伦比亚和巴拿马的边界 进入一个最危险的地方 叫 达连峡谷 那么从达连峡谷走穿过达连峡谷 从达连峡谷出来之后 巴拿马政府会有专车 把他们送到哪里 把他送到邻国哥伦比亚的边境放行 然后之后就包车一路向北 穿过中南美洲进入哪里,进入墨西哥 在穿越墨西哥 穿越墨西哥之后就翻墙 进美国,进美国就自首 自首然后就拘留所 申请庇护 申请庇护然后再 获得拘留权或者是获得工作 最后拿到身份 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一个路径 非常慢 这里面有几个要点 第一个要点就离开中国 第一个要点离开中国 离开中国 厄瓜多尔是这条走线 走线上面唯一一个允许中国人免签入境的国家厄瓜多尔 大部分的人是要想办法先到厄瓜多尔 有些人是从 从香港 坐飞机到泰国 然后从泰国坐飞机到土耳其 然后再到厄瓜多尔 那么有些人是拿到了土耳其的签证 大部分的走线的人是拿不到签证,经常有拿签证的困难 那如果你拿到签证的话就会辩解很多 有些人是拿到了土耳其的签证 先飞到土耳其,然后从土耳其 再飞到厄瓜多尔 这是第一个要点,就是你要离开中国 离开中国的一个目的地是哪里 就是厄瓜多尔,厄瓜多尔是一个要点,因为他们也签证入境 这是第1个,第2个 达连峡谷 达连峡谷是整个走线当中最困难的路段 这是一片60英里长的这个 路程 这个60英里长是热带雨林 非常的茂密的热带雨林 那么这个树林两旁是 有悬崖,有河流,在热带当中行走,要穿越这个热带雨林,非常的困难 一般要走三天两夜 有的人要走六七天的时间 那么除了你要应付,应对这个炙热的白天 还有下大雨,还有晚上,晚上气温 降得很低 等等有很多的问题,反正热带雨林,当然还有安全问题 有劫匪 有劫匪 联合国难民署说,今年第1季度 有3855名中国的移民穿过了,穿越了 达连峡谷 去年有36人在大连峡谷 死亡,死在这里 所以这是有风险,非常危险 第3个就是墨西哥的101号公路 这条公路很危险 因为有暴力犯罪,所以被称为 死亡公路 那么有很多人说花650 这可以帮他用汽车把它从墨西哥城带到 这个美国边境 那么这里面就有一些风险,还是有风险 那么有些人在墨西哥买巴士的车票 然后这个上了车买了车票,然后警察就把他赶下来 反正总之在里面有很多 很多不确定性 不确定性,比如说有些人被墨西哥警察抓了 等等 那还有人就是买车,合伙买车 有 各种各样的做法都有,网上有很多 大家可以去找这些资料 怎么找这些资料呢?网上有一个叫走线攻略 各个论坛都有 叫走线攻略合集,类似这样的文档下载 大家可以去论坛上去找 下载的这些文件当中就会有一些走线的介绍 路径,注意事项,图文并茂,各种解说都有 海外的一些华人网站也有 讲怎么样走线 需要掌握的一些情况 抖音上面还有什么呢?抖音上面也有走线的教学 有走线的线路图,有穿 甚至有穿衣服 找向导 我就看到有一些网上的一些 介绍,一些向导,当然这向导你要给他一些钱 那么这些人帮助你 通过一些 我们刚才讲的一些很危险的地段 走线是一个对一些 低下阶层来说 他们获得签证很困难 然后他们又没有很多的钱 然后他们又想离开 这是他们现在可行的 就是已经有人成功的 一条线路 所以走线 风险非常大,老实讲我不大鼓励走线 因为这涉及到性命问题 我觉得可以考虑其他的地方 这是大体上走线的情况,大体就是这样 走线是一个有风险的 如果是一个人 年轻力壮 还好一些 比较危险的是什么?就是带着孩子 带着孩子是一个 有风险的 行为 我不主张带孩子去做这个动作 那好,我们讲讲移民,移民大致的情况是这样 对于富人来说 他的选择这范围就非常的宽,因为他有条件 那有条件呢,北美 三大主要的 选择,一个是北美,一个是澳大利亚,一个是欧洲,欧洲主要是英国 英国为主 那基本上这个富人,有钱人大概是这么个选择 但是我看到的情况是大部分的有钱人 转了一圈还是到了美国 所以基本上你可以看 有钱人最终还是到了美国,但是有钱人还有另外一个地方 去的地方就是新加坡,我们前面讲 新加坡为什么有一部分有钱人去了新加坡 两个原因 第1个原因是什么?第1个原因就是语言 你到新加坡 有华人 这个中文是他其中一个官方语言 所以 语言的问题就不存在,所以这是一个方面,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生活方式 那么生活方式呢 毕竟吃啊 穿啊住啊,这种生活方式在新加坡 跟中国的差别不太大 那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靠中国比较近,有些人还是有需要 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三个方面,原因就是 有一部分中国的有钱人选择新加坡移民 那这两年呢,去哪都多呢?日本,日本这两年是比较火的 日本这两年比较火 那一些中产 是通过买生意,买房产,移民日本 移居日本,因为日本不是移民城市 那么如果你没那么有钱,那就通过上学,通过打工留在日本 那其中有一个,就是经营管理签证 经营管理签证是外国人移居日本的最便捷的一种移民方式 只需要投资25万人民币,六个月就可以办好 没有语言的要求,可以带家人 有效71年可以去签 那么2019年 来自中国的经营管理签证 有1417人 创历史记录19年 那么当然疫情后来爆发,然后 就中断了 那去年前十个月 经营管理签证有2133人中国人 入境日本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经营管理签证是一个增长最快的 移民日本的一种途径 那么到去年年底 移居日本的中国人有多少呢?76万 不过日本不是移民国家 所以移居日本的中国人 大部分是留学生 或者是 叫技术培训生 那么 那么经营管理签证 是少数 这是日本,日本的情况就是 他们没有开放这种移民路径 所以日本是一个 看上去不错 但是看不到未来的一个地方 就是你看不到未来,你不知道什么时候 可以变成一个日本人 你还是仍然是一个中国人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就是加拿大,加拿大依旧是个大热门 大家知道这两年加拿大经济非常的好 所以他出现了大量的职位空缺 大量的职位空缺怎么办?加拿大就增点人,人口就几千万 非常少,加拿大是一个庞大的国土 所以加拿大明确要依靠外国人 来解决劳动力短缺的问题 他的目标是今年 到2025年这几年期间 要增加多少?145万移民 要增加145万移民 所以实际上加拿大是一个移民仓库,基本上是这样 这为中国移民提供了非常好的机会 那么去年 去年 有 31,815名中国人 拿到了加拿大的永久居留权,创历史记录 31,000人 那么基本上中国是第2大 加拿大的移民来源国 那么 基本上有的中国人如果不能申请 如果不能申请投资移民或技术移民,他也会送孩子去加拿大读书 这是陪读是一个方式 送孩子去加拿大读书,然后他就去陪读 然后就慢慢的就想办法再慢慢考虑 基本上是这样 所以呢加拿大是投资移民和技术移民 都有非常成熟的路径和模式 也有非常非常成熟的移民服务 所以这个没有问题 基本上 中产 或者是技术移民 选择加拿大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但是加拿大有个问题,就是加拿大比较寒冷 不是每个家庭都能够习惯这种寒冷的天气 这是一个方面 这是第3个,第4个 欧洲 欧洲是哪几个,欧洲一个是葡萄牙,一个是爱尔兰 一个是 一个是马尔他 这三个城市,这三个国家是主要的移民的国家 那么他们的没有语言要求 移民投资的金额也不高 然后这个入籍的条件也比较简单 整体上来说买套房 差不多就够了 基本上就够了 所以他 他基本上是如果你去美国去加拿大这些 门槛高的国家有点困难 那你可以选择去欧洲,欧洲这是 葡萄牙,爱尔兰和这个马尔他 我觉得爱尔兰可能会更好一点,爱尔兰比葡萄牙要好一点 原因有两个 一个原因是因为爱尔兰也用英语 对很多人来说 他的英语能用得上 这是第1个,第2个,爱尔兰有就业 就业的 就业的机会比较多 因为 爱尔兰有大量的这些科技公司在爱尔兰 设立分支机构,因为 税务优惠,当然现在这个税务优惠已经没有了 今年开始没有了 这个 这美国人非常狠 所以爱尔兰,但是他仍然有很多机构 什么谷歌啊,他们都在那边有投资 他们主要是在做税务上的一些安排 但是不管怎么样,爱尔兰仍然是 过去10年 这个欧洲 比较兴旺的国家 爱尔兰,爱尔兰可以推荐,我很喜欢爱尔兰,我很喜欢,爱尔兰是一个 很有热情的国家 这是第4第5 香港移民 香港移民有两次大的事件,一次是2019年反送中运动 这是那次大量的香港人移民 还有一次是去2020年的 港版国安法 港版国安法的影响发生在2021年 到2022年 那港版国安法影响没有2019年冲击那么大 2019年冲击非常的大,因为 大量的人上街,港版国安法它产生的影响是慢慢发生的 所以基本上是2021年到2022年 在产生影响 那么香港统计处这个去年8月份公布的数字 香港人口是729万 比上一年少了12万 那么基本上你可以看,过去从19年到去年我估计 香港怎么着也走了个二三十万人 那是得有 二三十万人得有 那么香港移民最多的是英国 那么英国内政部显示 这到2022年年底,英国已经批出了15万份 签证 签证申请 那么台湾是另外一个移民的地方 台湾移民的多的是2019年 反送中运动 那么去台湾有一部分人 但台湾不是香港主要,香港人主要的 主要的移民地点 香港人去的最多的还是英国 然后是加拿大 加拿大是香港人移民 最多的国家之一 加拿大、澳大利亚 这些热门城市都香港人移民多的地方 那么去台湾通常有些渊源,一个是读书 台大很多香港人在台大读大学 还有一些家庭关系 还有一些什么呢 还有一些行业,比如说跟文化有关的行业会选择在台湾 因为 中文嘛 中文他 比如说媒体啊,很多媒体人去台湾,原因是因为 你要做中文媒体的话,你可能你去海外空间不多 去台湾有些机会 但是不多,总的来说台湾 台湾并不是香港人移民的主要的目的地 但是这两年多一点 多一点而已 大概就是这样,我就做一些话题准备 移民是一个话题,也是最近一两年 在中国生存状况恶化的情况之下 很多人的一个选项 移民对很多中国人来说是一个新的课题 这涉及到很多问题 生存的问题 生存的问题 文化的问题 价值观的问题 生活方式的问题 等等 当然最最重要的是什么?最最重要的是中国人对外部的认知的问题,很多人不敢移民的原因是因为 他们对外部的认知还是有困难 当然这个原因是因为中共垄断了媒体 媒体没有帮助 帮助中国人去认识这个外部的世界 中共把外部世界描绘成一个可怕的险境 这也影响了很多人移民的选择 所以基本上 大家我有两点可以给大家 建议,第1个 毫无疑问 我们现在讲的 这些移民的热门的地区 每一个国家 他们的治安情况 都比中国要好 哪怕你生活在北京 好吗?这是第1个 大家会有一些 会有一些恐惧 先把这件事情先搞清楚 这些国家的 治安 很多人经常讲美国的治安不好 美国的治安肯定比中国好很多很多 不是一清半点 很简单的一个道理 你看一下美国的门窗 你就知道 一定是他的比中国安全 因为 全世界最壮观的场景是什么 就是中国的防盗门 跟防盗 防盗网 全世界没有中国这么大规模的防盗门跟防盗网 说明什么 这就说明治安的问题 所以 拿海外的治安的问题来恐吓中国人,这是非常愚蠢 如果你连这个问题都判断不了的话,那基本上这件事情 也不用发生 这是第1条 第2条,关于歧视的问题 我认为 在当今世界 没有一个国家 比中国更歧视的 中国是系统性的歧视 它是建制上 就存在歧视 所以不要担心歧视的问题 你在国内就已经被歧视 所以不用担心 除非 你在中国 你是鄙视链的顶端 那你要担心这个问题,因为你没办法歧视别人 这个问题就是 在中国你要看你在鄙视链的哪个位置 如果你在下面的位置的话,你不需要考虑这个问题 你会在国内 有更好的待遇 除非 你是在顶端 顶端你要担心一下,因为你没办法鄙视别人 就这两个问题,一个是安全问题 一个歧视的问题 其他的问题我认为都是选项 都是选项 好吧,那我先把这个问题,我就先讲那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 我们来多讨论 我希望更多的网友 特别是移民的网友,移民在海外的网友 在日本也好,在美国也好,在加拿大也好,在澳大利亚也好,在新西兰也好 请大家尽量的多的给我们提供一些你的感受 帮助 国内的网友 给他们去对 移民有一个认知 我还是那句话 你要移民去的那个地方不是天堂,你仍然需要拼 为你自己,为你的家人 拼一个好的生活 所以你去的那个地方不是天堂 会有治安问题 会有生存问题 会有歧视的问题 你仍然要 和这些不公的现象 进行斗争,进行对抗,保护你自己的权益,这个没有疑问 这个没有疑问 这是第1条 第2条 你要建立一个愿景 你才有一个充分的理由去移民,如果你没有去建立一个愿景 那就是另外一个就是你被迫要移民,我在这活不下去了,我移民 这个都可以 但是前提是什么 前提是你要搞清楚 你到底为什么要走 没有搞清楚之前 先搞清楚为止 先搞清楚 好不好 我先做一些这样的话题准备 鸣谢,夺命小黑兔 经常在做饭的时候听王舍的每日更新 请笑纳这杯没有科技 与狠话的珍珠奶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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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点 首先违背了程序正义 即便他的目的是好的,也不能被接受 他的目的是好的 程序正义 程序正义 程序正义是针对什么而言,程序正义是针对建制而言 理解吗 什么叫程序正义 就对于一个制度而说 你要保持程序上的正义,你不要维持程序上的公平性 就叫程序正义 所以对一个制度而言 有程序正义的问题 走线呢 跟制度没有关系,为什么 因为他是个个体 他在做出一个为他自己的未来 做出一个拼命的选择 这是个拼命的选择 是有生命危险的 所以跟程序正义没有关系 当然他是个违法行为,因为他偷越边境 当他偷越边境的时候 这是个违法行为 这是没有疑问 这是没有疑问 但是不是所有的违法行为 都是涉及刑事案件 叫法庭判 所以 我目的好不好 在于你每个人的期望 每个人期望不一样,所以他的目的是怎样不好说 有些人接受走线,有些人不接受 这很正常 这个很正常 这件事情 是他的自由 我们没有权利去干涉他 这是他个人的选择 你可以接受,你可以不接受,但是你接不接受 跟他都没有关系 你不能够影响他 情绪 据昨天 昨天国内发小 40岁 普通百姓 并不是中产 说国境以后是个摆设 以后中国人越来越有钱,全世界早晚会给中国免签 他可以全世界旅居 你们这种费劲功夫移民到国外的人,没有什么任何优势 我没有反驳 我只说中国变得更好的话 我从心底里祝福你 欢迎你来澳洲玩 我觉得呢 这种 国内也好,国外也好 会有一种心理上的较量 这就叫心理上的较量 一居海外的人要向国内的亲朋好友证明 我离开是对的 那么在国内的亲朋好友呢 要告诉你我更好 你走的是错的 这种矛盾呢,这是一个永恒的矛盾 中国社会永恒存在这种矛盾 由这个矛盾引发的各种各样的对话,千奇百怪各种各样的队友 刚才这个网友讲的就是一类 这种矛盾的对话 很多 家人之间 朋友之间 同学之间 大量的这种矛盾 大量的这种基于这种矛盾的对话 我觉得是这样 可以理解 很正常 中国人就是这个德性 那不必太往心里去 也不必太上心 与人为善就好 我的想法就是这样 我的选择是什么 我的选择就是跟自己的亲戚朋友 不讨论这个议题 不讨论这个议题就不会有这种矛盾冲突 讲点别的 好不好 观点,历史上国人大规模出逃也就是走线 每次都是国内政局糜烂 民不聊生的时期 第1次是49年到52年,大规模的通过各种途径逃到香港 第2次是60年到65年,大跃进公社化 摧毁了中国经济,民不聊生,大规模的偷渡 如今走线的人日益增多 中国政局和经济的糜烂可见一斑 是的 这毫无疑问,这绝对是这个 绝对是这样 中国经济壮旺的时候,多少人回国 毅然回国 多少人回国 我都说过 很多人不愿意什么 很多人不愿意换护照 原来很多美国拿绿卡 一直拿着绿卡 不换护照 不申请公民,为什么 留个机会啊,看到中国 发展挺好 万一我还想回去呢 所以很多在美国拿绿卡的不申请 不申请公民身份 这两年 换了 这两年都换了 为什么 形势已经明朗了 观点为了追求自由和民主应该欢迎,如果是那时候 有手好闲,觉得中国不好混,来美国更好混,那不欢迎 你怎么判断 判断不了的 而且 有手好闲,谁能有手好闲 有手好闲,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判断 谁能有手好闲,我不知道谁能有手好闲 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墨西哥人,在美国都是平等的,来了美国也要靠双手来创造 新的和好的生活,同时请遵守当地法律 这个不用你说啊 他不遵守当地法律 他就会被抓,是不是 你说呢 不要去提 不要用这种方式去表达你的意思 为什么 怎么说呢 他自由司法机构 来执行吗 你说他干啥,没必要说嘛,对不对 提问,我来自普通家庭,加拿大毕业生 小镇做题家,想趁年轻多挣点钱 想论加拿大工资不高 想论 但加拿大工资不高,早到国内和加拿大工作 请问如何选择 国内是顶尖投行工作 工资比较高,有四五十万 升值很快 但非常累 加拿大是普通数据分析工作 税高工资比较低,拿到20万 升值比较缓慢 你都已经这么强烈暗示,那我还能鼓励你去加拿大吗 你说呢 你说呢 所以 都顶尖投行了,那你肯定要去顶尖投行了 你说呢 情况 赶紧阴润则润,上海房价在下跌,中介都说卖房人多 但买价很少 上海城区的两大房或者是小三房起不价八九百万 买不起 或者认为还会跌 两三个月没人看房很常见的事 一个中介 好不容易卖掉一套房,开价九百八十万 最终八百四十六万成交 问原因 都说是经济环境太差 正如王舍之前所说 富潮之下焉有婉软 我是这么觉得 就像刚才那个网友,刚才那个网友他拿到一个顶尖投行 offer 一年到手有四五十万 四五十万是税后了 到手四五十万 那就是税后 税后四五十万你刨掉25%你说这工资挺高的 那你 那你还走干啥 但是问题是你能确保你的岗位能够有多久吗 你要看清楚一点 投行不好混 投行这两年不大好 为什么 因为我是干这个的 所以你要小心一点,我提醒一下刚才那个网友 可能你要看更长远一点 加拿大工资低 加拿大我不知道你的信息是从哪里来的 加拿大税 到手20万 你说的是人民币吗 你的信息肯定是有问题的 你的信息 数据分析工作 到手20万人民币 如果你拿你现在的信息进行比较的话 我认为 你会判断失误的 你小心一点啊 请问可以聊聊美国政治庇护吗?听说普通人做庇护成本 最低 中国申请庇护的政治庇护90%都是假的 基本90%都是假的 美国人呢就比较宽容 就睁着眼闭着眼 那么就算 就让你过 那很多 已经拿到美国身份的很多中国人 就深恶痛绝 深恶痛绝 就是过了桥以后呢就对桥那边的人开始歧视了 这是中国人的德性 我很讨厌中国人这种德性 成本低 成本低不低其实移民差不多 当然你说你投资移民,投资移民已经关门了 在美国已经没有投资移民了 所以其实移民美国是蛮困难的 我是觉得如果你没有那么 没有那么硬的条件的话,我觉得去加拿大挺好的 你打分嘛 加拿大不就是打分嘛 特别是那些小镇做题家 矫正做题家是最适合干什么 去加拿大,去加拿大这种 他需要 需要你,你就去呗 我有很多朋友在加拿大 而且我觉得 加拿大是做,你比较嘛 日本很好 我也喜欢日本 日本很好 加拿大也很好 我也很喜欢加拿大,我有很多朋友在加拿大 日本很好 但是日本留不住,你不知道你的未来在哪 加拿大是个移民国家 他非常包容 你要比较 这个文化包容性,没有人比超得过加拿大的 Scarbo的那个警察局上面写的三个大字 警察局中文的 你见过这么包容吗?没有见过吧 这加拿大能干得出来 所以 我是觉得 如果你 跑到美国去申请政治庇护 我觉得你还不如是去申请去加拿大 就是说 在我的价值观来看 两条很重要 第1条 尽量的让自己的生命 消耗在有价值的事情当中 不要让自己的生命 消耗在那些没有价值的事情 当中去 这是第1条,很重要 所以很多人会把时间浪费在这些事情当中 我是不主张的 我不主张 这是第1条,第2条 找自己适合自己的路 会比 找别人认为好的路 更为 更为理性 就是说 你可能选一条 适合你的道路 适合你的道路可能会更 比 大家觉得那条路更好 为好 有点拗口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 我建议就是 不一定,如果你条件没那么好,没那么充裕的话 可以选择门槛稍微低一点的地方 参考一下 提问,疫情以来隐约有了润的打算,但年轻时因为酒驾有过刑事记录,请问了解的朋友有刑事记录 是否无法办理移民 网上看到 说在有些国家和美国的一些州可以办理 是否属实 如果以后孩子先去读书 我再过去陪读 是否可行 请王老师和了解的朋友帮,你的问题是啥 你到底想问啥 问一句话 大家记住 提问 不要写这么长一段文字 你要是提问的话,就写一句话,你想问啥 好吗?你再问一下,行吗?好吗 你再问一下 到底是想问啥 就问一个问题 就问一句话 行吗 观点,我最近遇到一些中国出来的工签和学签 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 这些人几乎有一种拯救 拯救者式的自信 他们认为美国签发学签是美国大学需要中国留学生的 学费来维持运营 工签则认为美国政府 需要他们缴税来维持美国经济 总之一句话,美国给他们签证 就是在割他们的韭菜 和中国政府没啥区别 这洗脑吧 洗你的脑吧 不是洗,他被洗脑 我没碰到过这样的 我没碰到过这样的情况 情况,移民对我来说挺容易的 可以选的国家也挺多 我以前在国内985做副教授 17年的时候申请美国的教授职位,拿到两所排名100左右的R1大学的 助教 助理教授职位 把一家子老牌子都移出来了 目前已经拿到终身教授 H1B来的美国,到了美国自己申请 绿卡 10天就批了 这是凡尔赛吧 这绝对是凡尔赛 OK 但是我还是恭喜你啊,虽然你凡尔赛 情况 从17年就陆陆续续通过地下钱庄换汇 这两天找国外的换汇中心对敲 换100万人民币到澳洲 国内的账户立刻被封锁 然后收到公安的信息 要到派出所核实解释情况 公安一天三个电话打过来,还上门找 说如果不配合 调查就涉嫌洗钱 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而且还是这么小的金额 感觉国内政府真的没钱了 连深圳的公安都没钱了 你现在还能地下钱庄这么换钱很少了 我印象中 两三年前,你这种对敲已经不成立了 不成立的意思就是 一敲下去 就有人找 就会抓的了 所以你现在还在干这个事情 这两天还在干这个事情 应该是会找你麻烦 你跑不掉 观点,越是穷人越要想办法走出去 去了国外,只要遵纪手法努力工作 生活水平和质量比国内强百倍 这话说的绝对是真的 还有就是对孩子的教育就不用说了,大家都知道是这样 情绪 王老师说到歧视,真的非常感慨 我大学时学的是韩语 那个年代我的亲戚都不理解我为什么选择这个小鱼种 除了我爸妈,我爸我妈支持我之外 大家都觉得韩国是小国没有发展 我到韩国生活了几十年 接待从中国来的人 对韩国充满了蔑视和瞧不起 中国人的 中国人的歧视呢是渗透到骨髓里的 改不掉的 每个人都有 包括我,也包括我,当然我的行为肯定是 下意识的 我尽量的努力控制我的歧视 其实每个中国人都有 他是生来与据的 他生活在这个歧视的环境当中 他充满了歧视 中国人的歧视各种各样的歧视,地狱歧视,国别歧视,性别歧视,学历歧视 各种各样的鄙视链都是歧视 所以离开 所以你其实在鄙视链越低端 鄙视链的越低端 移民到国外 的收益越大,理解吗 你比如说你在鄙视链的低端 基本上所有人都可以歧视你 那你基本上跑到国外去,你就 国外有没有歧视有 但是跟中国没办法比 一比一万的关系 一比一万的关系我讲的是 那所以 所以越是低下阶层 离开中国的收益越大 越是 越是有钱人,越是富贵 你越富贵 离开中国的收益越低,为什么 因为你在其他国家,你没办法歧视别人啊 你没办法欺压别人 中国人的快乐,中国人的幸福 来自什么 来自作恶 就说 不吃的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要做人上人 什么叫人上人 就是骑着别人脖子上的人,是中国人的幸福 中国的幸福是来自这个 所以 人上人移民到海外 不快乐 因为他没办法,他要落地,落到地下来走,自己走才行 所以有钱人富豪 跑到这些像美国加拿大这些地方 都不快乐,他们 他们的获得感 不高 应该是这样 其实我是觉得如果中产阶级 中产阶级能够 能够解决你的生计问题 中产阶级移民海外 其实蛮不错的 为什么,因为我见到一些 为什么,因为 因为他在精神层面可以得到更多的解放 中产阶级其实在国内 是很憋屈的 为什么 因为他被人控制 他被人控制的情况之下,他其实是 他是被,他是我们叫加薪阶层 他很难受 但是他到了海外 他会得到精神层面会得到释放 所以这是很有价值的一个 回报 但这种回报讲不出来 这种回报讲不出来 观点,去其他国家抱怨的人先想起来 想清楚自己移民的原因,那个地方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要清楚自己究竟要什么 追求什么 我还是那句话 移民是未见其利先见其害 就是 你想得到的好处呢 需要时间 需要时间去获得 但是你去到那里遇到的坏处马上就会有 你比如说收入下降,你比如说语言不通 你比如说不认识人 办事不方便 这些你马上就会见到 所以这是先见 未见其利益先见其害 但是你在教育 在医疗 在环境 在人文 特别是人文 上面的获益 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获得 这就是价值观的问题,你觉得哪个更重要 我在这里,我歧视一下,那谁谁谁,应该长那么丑 这张嘴就懒 歧视一下别人,然后自己得到快感 你在美国你可能得不到 那我在中国,我还是留在中国,这个很重要 你要讲清楚 想清楚你的快乐 你的幸福来源是什么 你再决定你的移民 你再决定你的移民 不是说你有钱就移民 你有钱移民未必快乐 你看到 在美国 骂骂咧咧最后回去的 差不多都是有钱人 差不多是在国内要欺压别人的人 骂骂咧咧就走了 通常是这种人 情况,我们2018年移民到美国,孩子也在那里出生 很多国家我们都去过,最后决定留在美国 为了孩子的未来和我们的余生 目前工作很顺利,我们都找到了适合的工作 提醒国内走线的兄弟,走线有风险 是的 美国不是天堂,需要付出和诚实 生活会越来越好 刚来的时候会有各种各样的不习惯 思维方式等等 只要你诚实守信 他是肯干 那美国就是你的平台 是的 是这样 就是那些 靠人际关系呀,靠跟某个官员挣了很多钱的人啊 你跑到美国来再去搞关系呀 搞不到,没办法 所以这个 就 对他们来说是有点难度的 情绪好惊喜今天的主题,我是几天前留言的21岁广州女生 得到王老师的回复,马上意识到自己这辈子 一定不能留在这片危险的土地 一定要润 查询了几天的信息 暂定去德国留学 给自己一个机会,争取今年年底去读语言班 明年冬季开学,这条路不容易 我会进一步了解详情,感谢王老师的直播陪伴,给我勇气 加油 加油 德国,我有两个同学在德国 我大学学过德语 我认为那是世界上最难的语言 太难了 德语真的很困难 我佩服 要学德语,广东人学德语有点难度,为什么 广东人语言没有卷舌,撬舌音 德语需要撬舌 有点难 就是发儿音 发儿音是有点难度的,不是每个人都能发儿音 情况一对 从台湾来南加州 开花店多年的夫妇朋友 去年年底,一个高中毕业的儿子移居到葡萄牙 据他们说,在那里买了一间房子就可以申请公民 差不多是这样 在里斯本附近近郊买一套房 20多万美金就可以了 不用吧,不用20多万 当然你可以买更贵的了,这个没有疑问 可以的 提问,我知道中共有意放大枪控的问题,但我没有去过美国 枪控问题在美国真的很严重吗 去纽约留学的朋友告诉我,三年发生在身边有三起枪击案 请问王老师平时有枪控问题的担忧吗 关于枪的问题呢,有很极端的,两个极端,完全极端的看法 我有美国的朋友 非常热衷枪支 他自己买了枪,他有枪牌 他鼓励我买枪 我对枪没有兴趣,我是个对枪毫无兴趣的人,所以我对枪 我不会申请枪牌,我不会买枪等等 那美国有没有枪击的问题,美国当然有枪击的问题 那美国的枪击问题是不是很严重 我身边没有发生过 我生活的这个城市 我在这里生活了几年时间没有发生过一起 没有发生过一起 所以当然你美国 美国的每天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在媒体上发 报道 那这就给中国人一个很大的冲击,中国习惯了 发生的事情除非足够大才会见报,大部分情况是不见报 如果中国每天发生的刑事案件都会登在人民日报上 人民日报从他的标题一直到最后一页纸都是刑事案件 你相信吗 就是这样 所以其实中国的刑事案件 比美国多,我说100倍少说了 刑事案件比美国多100倍 我少说了 为什么 因为他不报道 他根本不报道 他不报道你当然看不见,你以为没有 很多人以为不报道就是没有,并不是这样 所以你要知道一个比较就在这里 如果你把中国像美国这样,每个刑事案件 都登在人民日报上 人民日报从头版的爆头一直到后尾的每一页纸 都是刑事案件,习近平都没位置站 你记住这个就行了 至于枪击案 跟你有没有关系我不知道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吧 我生活这个城市 我在这生活了三年 我没有碰到 我没有在这里看到本地发生过 发生过一起吧,发生过一起 一个中学发生过一起 三年发生过一起 大概是这样 枪控的问题有 这是一个美国的问题,就是 一件事的两面 就是说你到底控制到什么?美国是不是有没有控制?有控制 很多人讲美国枪支不控制 美国枪支是有控制的 只是 这是个度的问题 控制到什么程度的问题 情况,在加拿大生活半辈子,目前有移民美国的想法,主要是加拿大太安逸了 感觉美国个人发展机会更多,尤其是年轻人有发展潜力 更应该去美国 目前加拿大工会势力庞大,动不动罢工,阻碍社会发展 孩子也很想去美国发展 美国机会当然多 打卡洛杉矶,看了您两年的节目 我就是走线,用了将近两个月 去年路上11月 跟我同期各种意外,死了7个中国人 所以是有风险的 大家小心 最多的一天,河畔被人 持枪抢劫13次 今年年初到达,我死都不怕,还怕走路走线,开玩笑 我出发之前给我家人说了 死了埋在国外,永远不回中国,有志者试进城,我来到了 另外我真的不建议带家人,真的太危险 没有人真的会 没有人帮真的会死 真的太危险 没有人帮真的会死人 我路上帮人带孩子,如果没人帮,后果 可能让你无法承担 就是这样,走线绝对不能带孩子 带孩子非常危险 观点,走线是合乎正义的,如果社会制度不公正 公民不服从是正义之举 参见罗尔斯 正义论,限政篇 因此如果有人迫不得已走线,请理直气壮的走线,OK 我非常高兴有人帮走线说话 情况,我移民前是上海三甲医院的麻醉师 那很好啊 08年移民 房价还没有封涨的时候,已经把房子卖了 所以没有带出去多少钱 并且因为过不了语言观,也没有能够在加拿大从事自己高收入的 就业 但是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一份稳定的工作维持下来 在太太是全职家庭主妇的情况下 也在17年买了栋房子 当然如果和我那些已经在上海成为院长的同学比 我是不能忘其向背的 但我生活很安逸 所以 人格有志 每个人有自己的选择 选择最重要 就怕你没得选择 情况,去年年底开始我们就讨论出国后怎么样生存 规划了很多 最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国内生意失利 手里没什么现金 后来凑够了几个月的生活费 今年过完年后我们开始实施出走的方案 目前已经在泰国基本上走上正轨 新的公司也在注册中 即将真正开始新的生活,谢谢王先生的坚持 恭喜你,恭喜你踏出一个关键的一步 而且我相信 我相信 基本上是这样,我觉得是这样的,不知道对不对啊 我觉得基本上你是怎样的人,你在哪里都是这样的 我理解 我理解的愿景就是你的价值观是什么 如果有了坚定的价值观,你就会知道 应该为自己为家人争取怎样的生活 这就是愿景 如果建立了这样的愿景,任何暂时的困难都是奋斗历程中的必然 你才能够怀着希望 快乐的去争取自己想要的生活 就是这样 情况我来新西兰转业已经快一年 工作已经转正 同事非常友善 甚至有点过度友善 总说 我刚认出来万事开头男,鼓励我参加活动 融入当地,对我很是照顾 我参与了很多体育活动,表现越来越好 在体育运动中,我能感受到当地人看重两点 第一,团队精神 水平不行没关系 为团队付出就是好样的 第2 实力说话 你表现得好 得分,能得分,大家很赞赏你,大家加油 地点美国宾州小城市 前一阵子和女儿一家 外出旅游四天 临街家门忘记所,被风吹开 外面一到沙门,旅游回来,家里什么都没丢 这个在美国很正常 我在美国丢过什么,我在美国丢过一辆单车 在加州 那辆单车是一辆3D车 那辆3D车我想就忘记了,忘记是 放在门廊 没锁 平时也会骑 偶尔骑一下 然后有一个星期一,我想去骑,发现不见了 在加州的时候 丢过一辆单车 其他的时候 我住在我亲戚家的时候 他们家前门从来不锁 晚上睡觉才锁 白天开门之后就一直是开着的 他们家就这样 提问,18年我进入国内普通医本上学 本来应该在22年毕业,但是疫情期间三年没回家 得了抑郁症,休学两年 现在还有许多课程要重修 今年和母亲沟通,她支持我出国 我很渴望去加拿大重新申请本科 但怕费用太高,家里无法承担 请问我应该留在国内继续本科 毕业工作,攒钱出国,还是直接申请花费较少的学校 移民两点很重要,第一点靓丽而行 就是做你能够承担得起的 支付得了的,不要太费劲的,这是第1个,第2个 一些短暂的困难也没关系,忍一下 就过去了 这是第2个,第3个 尽量不要浪费时间 不要把时间浪费在做准备上 能做就马上去做 因为你要知道 移民是件什么事情 移民就是一件 把时间花在什么上面 把时间花在度过上面 准备你还没开始 你准备上几年 你就没有开始,移民其实是我在这件事情上面,我就慢慢过 所以呢 不要把时间花在 准备上 把时间花在度过上 情况分享移民体验,在东京留学工作10年后 投资移民美国 现在第4个年头 年轻的观众们20来岁建议去东京谈恋爱 趁年轻体会生活 日本是个有季节感的国家 春天看樱花,夏天烟火大会,秋天看红叶,冬天泡温泉 午夜梦回不往过去10年的青春 非常好 如果30来岁建议来洛杉矶,这里可以练习英语,工作环境比东京友好很多 在东京工作,老板让你缩减午餐时间 在洛杉矶,老板看你不吃饭会催你去吃饭 观点,非常同意王老师说的 国外比北京都安心太多了 我说的是安心,是那种心安理得的安心 那种从灵魂上解放和安全感 这点很多国人都不明白,有发体会,是的,没办法解释给你听 观点,来美十多年,觉得这边中国人还是不够多,没有形成自己的声音 有时还能看到嘲笑从南美走线过来的 以及看不起用非工作签证拿绿卡的 希望国内那套丛林法则 造成的鄙视链 以及直接 希望那些上车关门的人少一点 这个平等的世界 在这个平等的世界,谁看不起谁呢 人当然是越多越好 就是这样 你在美国会碰到一些这样的人 就是我上车了 门赶紧关 门赶紧关上 有很多这样的中国人 就是挑剔别人,挑剔这个不合规,那个不合规,你也不知道他怎么 怎么过来的 他可能比那个还不合规,过来的 但是他会 挑剔你这些 我就觉得 我是这么觉得 美国有很多非法移民 墨西哥 很多非法移民,特别是墨西哥,墨西哥最多 非法移民 但如果美国要是没有这些非法移民的话,你不知道那些工作是谁干的 美国人自己不干 所以实际上 很多人讲,你要做法律,你别跟我说这样漂亮话 你在中国违法的事情多了去了 所以不要说这样的话 美国有条件容纳他们 就容纳他们 让他们有口饭吃都好 对吗?你自己也不用干,不愿意干 所以中国人最奇是谁?中国人最奇是老墨 墨西哥人 中国人非常喜欢墨西哥人 我挺喜欢他们的,我们家的大嫂卫生就经常墨西哥人 所以 中国人呢 要改掉自己的毛病 改掉自己的毛病 与人为善 多想点别人好 多想想别人好 如果 我是这么觉得 我们要把自己的快乐 找到新的支撑点 我经常讲 中国人快乐是建立在其他人痛苦之上,中国人的传统就是这样 但是你中国要想办法转移你的快乐的支撑点 我经常是吃完午饭我去散步 我就看着那些美国人的民居,有一两百年的民居 凋梁化动,很用心,我就看着这房子我就高兴 这是我的快乐点 我已经转移了 大家都可以试一下 观点,中产移民最大的收获是自由 就业自由 受教育自由 想法自由 思想自由 说得非常好 观点,移民后肯定会遇到困难,特别是中产 往往会从白领降为蓝领 收入会大降 那不对 降为蓝领不一定收入大降 我们那天我们家的那个水暖工 他其实也不是水暖工 就是两个福建小伙子 就把我们整个管子,我们不会 帮我们弄 挺挣钱的 我觉得他收入可能不会比我少,他收入可能比我还多 挺挣钱的 我觉得他的收入比大学教授还要多 为什么 很忙,他这一天多少单 一单 我印象中跑一单就是100多 你想想美元100多,一天跑多少单 所以 在中国蓝领当然比白领收入低,但是在美国蓝领不一定比 白领收入低 你说电工厨师,厨师不谈 电工水暖工 他收入非常的高 远离华人群主动融入当地,至少一个幸福公平的生活是可以预期的 反正我啥都不融入,我就过自己的就好 有朋友有几个朋友就够了,其实你不需要太多的朋友 有几个朋友就够了,然后 隔壁邻居大家打打招呼,见面点个头 就可以了 然后孩子的家长来往一下 可能是因为我们实在是太忙了 太忙了,所以没有融入的需求没那么大 所以我不是特别 特别积极的融入啊 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 做更好的节目 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